嗨 大家好 我是莊宇辰 现在就读台湾大学心理系大一 在高二的时候就蛮确定自己想要考医学系 但是我特意的部分没有好好准备 我那时候就是疯狂玩社团 那一直到高三的时候才发现 哦 快来不及了 但是因为我应届学车的时候还考得算不错 那时候就对自己有个莫名的自信 想说一定指考没问题啦 结果呢 我在考应届指考的时候 第一课是考物理 我还记得看到题目 我觉得想说怎么这些题目我都看过 但当下完全写不出来 就写得很卡 然后写很紧张 交卷的前三分钟 我还写到已经哭出来 后续所有科目都因为第一课物理考报 所以心情受影响 之后成绩当然理议学习还差很多 就很挫折 因为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学习的表现 是还蛮有自信的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在一个考试当中 经过那么大的挫折 所以我跟家人讨论之后 就打算要去重考班 想要当医生可以分成三个原因 第一个 未来希望我在工作的同时 可以感受到自己在帮助别人 第二点是因为觉得我自己 一直来从小到大 不管是家庭还是在教育上 我获得的资源 其实都只是运气问题 因为我比较好运 所以我身上在一个可以给予我良好 生活环境的家庭 接受良好的教育 可以考上北宁 就觉得自己有那个责任 回馈这个社会 第三点就是希望自己可以解由医师这个职业 所累积到的 不管是薪水或是影响力 来去帮助社会上更多的人 所以你后来没有去念大学吗 对我就是直接进入林 我们每天七点四十开始考试 迟到的话就要被关在门口 然后又罚站解考卷 考完成考之后就在八点五十 然后开始上课 那一堂课都是九十分钟 然后上到中午就是午休 吃饭时间 包含去买饭 吃完 上厕所等等所有事情 二十五分钟那样解决 就会订便当吗 它有一个卡 就是要写你 午餐跟晚上要订什么 那投进一个桶子里面 班导就会帮你订便当 然后便当我觉得蛮难吃的 因为如果你是订婚的话 它的炸肉就是很薄 它这么薄 它的配菜就是有时候一样青菜 然后其他都是很油的 什么炒豆干 什么炸的东西 我其实已经忘记了 但是我的噩梦 我试图要把那个记忆洗掉 中午要睡五十分钟 之后 还是一样上两堂课 然后就晚休 晚休睡起来之后就是晚自习 从六点五十到九点四十 晚自习期间 大家都要在教室里面读自己的书 那也可以出去问问题 通常我会从九点四十再留到十点 就是跟朋友讨论问题 或是再迷晚一点 那十点多就会有阿伯来感人说 刚回家了 如果你有个特别的体系 它就是不同楼层 会有不同的价格 八九楼跟二小 最高分的吗 对 我们会有一张成绩 对应到价格的那种价目标 它是可以让你选 选用学测成绩交费 还是用指考成绩交费 指考它会有一个叫全棉胜的制度 考到像什么415以上 那就是可以全棉 在学测的话我记得 就算是六十几 再八九也就是要讲八万块 我们还有限制 好像五十几以下 不能够报八九楼 最贵那边就是要讲三十万 呃是半年喔 不是一年喔 三十万是我分数很低 但是我又想去最好的那个八九楼 没错就是讲三十万 哇我觉得这样 我如果只考五十几 我要花三十万 我不要吧 就太贵了 就是因为不同楼层 它的师资也会不一样 像我的资源不一样 像是八九就会有专属的学长姐 可以问问题 然后那些学长姐 一定是台大或杨明医学系毕业的 那其他楼层就是不能上来问问题 非常有阶级制度的一个地方 那肯定不能谈恋爱 有人会有产生情侣 但是班导会关书 在那边可以认识到朋友吗 可以啊 我跟我的左邻右侧的关系都还不错 都是女生吗 对对对 他就是左边是男生 然后右边是女生 就是一开始一定是先从中问题 然后后来 因为我左邻右侧 他们都会跟我一样留下来念书 一起回家那个过程中就会聊天 然后就渐渐培养出革命情感 然后每次考试 如果有人考不好的话 我们其实都会去安慰他 这种情怀其实就是还蛮难得可贵的 你们从考班年纪分不如 在我们那一层楼二三考的学长其实还蛮多的 就有三十几到快四十的 他就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回来考 那我听说就有一个学姐 她是她学策加指考考了 加起来十七次 她说我在考指考的时候 你都还没出生 就还蛮好玩啊 就会发生在那边 每个人几乎都有不同的理由 然后去坚持自己要去从考这条路 像什么理由 我就听过什么考上 像我们才经过定纪 然后还回来 就是想要奉献自己给这个社会 还有人就是是因为爸妈是医生 然后就是想要接诊所 所以是被爸妈逼来的 是怎么样 我那个班上其实都还不错 然后有蛮多老师蛮愿意给问问题 每当下课的时候老师就坐在后面位 就一群学生包围他 透过别人问问题来发学 有没有问题或自己有没有听懂 这一个学习环境是我很喜欢的 你觉得考上医学系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可以分学测跟指考 我觉得学测其实最重要是运气问题耶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一定散考了 然后他在乳林其实成绩都还蛮前面 就是还是没有考上 天分之类的 哦绝对有啊 至少我听我朋友说 考上医学系之后进去 就发现很多人都天才 他们其实就是不需要那么努力 认真念书 我觉得稳定度还蛮重要的 像有些人他一进去都是一直保持动牌前五 几乎一定是可以考上 我觉得在重考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是尽力把自己概念书念好 然后尽力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 稳定的硬考 那就是最有可能上医学系的途径 我其实一开始进去就对自己有很大的要求 只要看到小口成绩不理想 我就会整个要抓狂这样 就在重考的这个期间 心情上就慢慢变得更坚强 我其实有个tips 我只要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会撑不下去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如果我以后真的要当医生 我要面移到是更大的压力 我要处理的是以后病患的生命 对又不是我自己个人的成绩 我需要有抗压心 才有办法成为一个好医生 我就会以此来激励自己 就会慢慢度过那一个煎熬的时期 你重考那一年考了什么样 实考的时候我就考399 还不错有进步很多啊 再差一点就可以上 应该是十几分 所以其实考医学系 就真的就是在拼那个十几分吗 我还记得我应届的时候考完 我就哭到不行 然后我那一整个月 我每一天都在喝酒 饮酒度日消愁这样 那时候会觉得自己很糟糕 我觉得如果是想要考医学系的大家 可能就是从小到大 以自己的学业表现感到骄傲的 然后有很多人对于自我的评价 跟自我的肯定 其实就是来自于自己学业的 优秀表现上面 但是一旦真正考试失败 那其实都是对自欣欣的一个重大的打击 就我在当下 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的价值都还在哪里 那在重考班这一年当中 自己的努力跟熬过的这些挫折 其实都会提醒自己说 其实我除了读书之外 我还会做很多事情 我还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熬过重考班这种很低域的环境 努力去追寻自己的目标 其实都是一些很难得可贵的经验 那所以我重考考完 虽然还是没有上自己想要的消息 但我就是知道说 没关系 这是我真的尽力的 这段期间我也更相信自己是一个 比较好的人 那也不会打自我的价值 全部缩他在读书 或是有没有靠上医学系 这一条上面 好 那我们来说一些你高中的事情好了 好 可以啊 你订了北一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里面的人 跟我原本的想象其实很不一样 我以为大家都是那种 超认真念书 然后超级天才 但其实进去发现之后 就像一般的朋友 我一点不同是每个人 对于自己最想要的那个目标 其实都会尽力达成 试图拿出最后的表现 然后因为又是女校就很自在 在里面可以超邋遢 我以前我进学校的时候 就是那种戴眼镜 没有睡饱 一头乱发 那我出学校的时候就是 现在这种样子 被鼓起巴 对对对对对 就是从一个邋遢的大妈 然后变成 靓地女高中生 也不容易管你 大家只会就是说 赵神今天这么丑 然后我就会托大家一起跟我丑 很自在 大家都超认真在做自己的事情 根本没有人想要去管什么 就是人际上的一些小冲突 或是故意要耍小亲戚 就还蛮和善的 而且我觉得在其中 大家很尊重跟包容不一样的事情 那大家就是会很 愿意接住你 然后倾听你任何的烦恼 看到有些人 他们自己可以念好书 社团玩得又好 然后人际关系 或是运动什么 这样一样都好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点担心说 我怎么会做不到 就会觉得自己的能力 不如那些十圈无意 一样要尽头的人 但是其实 我带了一阵子之后就蛮习惯的 就是接受好 我就乱 就知道说 那就是他的生活 然后他有能力做到 那我就是做我能力所及 可以做到最好的事情就好了 我觉得 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也是这很重要的事情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那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是直接私信我的IG 大家拜拜